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9日提出只在未来10年削减至少2万亿美元联邦预算赤字的政策 这将作为他的预算蓝图的一部分进行阐述 料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的一系列增税措施 以及一些削减开支的举措 包括节省联邦医疗保健项目的资金 拜登预计将宣布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征收一项薪税 针对他们的劳动收入和股票等流动资产的未实现收益 拜登还呼吁将股票回购税提高两倍 此外 白宫表示 拜登还将在周四提议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美国人增税 从3.8%提高至5% 并降低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为处方药支付的费用 以确保这项医疗保健计划能在未来25年持续获得资金支持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计划于3月10日取消对中国入境旅客的新冠检测要求 在经历了冬季一波激增之后 中国的新冠病例数量有所下降 尽管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发布旅行指令是出于公共卫生方面的考虑 消息人士说 在取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的新冠检疫措施之后 CDC会持续进行旅客基因监控计划 询问旅客是否自愿接受裁剪 以利卫生当局及早发现新变种病毒 CDC会通过这一计划继续监测来自中国和地区其他交通枢纽 以及来自其他30多个国家的航班 据洛杉矶时报3月7日的报道 洛杉矶市三名市议员当天已提议 将寻求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洛杉矶为庇护城市 若该项提议获得通过 则将禁止城市雇员使用城市资金或资源 来协助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官员执行联邦移民法 除非这种协助是联邦或州法律所要求的 这项拟议中的法律还将禁止联邦移民当局 或其他与移民执法有关的实体访问城市数据库 或任何人的个人数据 该提议是在洛杉矶县政委员会的行动之后提出的 该县政委员会在2020年投票禁止将囚犯移交给ICE官押 除非当局有司法授权 市议员的动议要求是律师在60天内准备一份法令草案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禁止将市资源、财产或人员 用于任何联邦移民执法 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 2月上旬披露自己的调查结果 指责北西管道是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军秘密破坏 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并质疑赫什没有披露信源 他的文章不可信 3月7日 纽约时报抛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称一个亲乌克兰团体是北西天然气管道爆炸泄露事件的元凶 但报道也没有披露信源 仅仅说是美方官员披露的所谓美国政府新进掌握的情报 对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回应称 乌克兰绝对没有参与对北西天然气管道的袭击 乌方对此毫不执情 也没有所谓亲乌克兰团体的相关信息 乌克兰国防部长也表示 此事与他们无关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 美德媒体的最先报道是在协同释放假消息 企图把公众视线从真正的袭击元凶身上转移 俄外交部长发言人扎哈罗瓦对此回应说 那些不想进行合法调查并且千方百计转移视线的人 才会故意让媒体披露这样的消息